第五维度 要掌握宇宙电子力和显化力量 呼吸至关重要 对于那些会呼吸的人 地球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 对于那些不会呼吸的人 地球是他们要离开的地方 在原理中 一个人不可能在进行呼吸和放松的同时 还能感到恐惧和仇恨 如果掌握了呼吸要领 并按照预期进行练习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一个人处在恐惧或压力的状态下 他就无法掌握第五维度频率课程 因为这个频率支持的是爱与光的创造 因此 如果灵魂感到恐惧 并以低频率振动 此时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方法 让自己摆脱束缚 那么必须完成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呼吸 当他们试着改变呼吸时 具有真正大智慧的原理会自动开始进行转变 但是灵魂必须做出选择 决定他们想掌握哪一种呼吸 只有两种呼吸选择 爱和光 或者恐惧 做出你的选择 我们最亲爱的宇宙兄弟姐妹们 在进入新维度频率的时间之门关闭之前做出选择 为你自己做出选择 但是 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 底线是 如果你允许改变呼吸 那么最终是 你自己做出了选择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飞船的下一个区域 即工程结晶区 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对水晶了解甚少 在早期文明中 例如亚特兰蒂斯文明 许多学者和精神领袖 他们懂得如何使用和保养这些珍贵矿物 这里使用矿物一词可能并不准确 因为水晶中含有的硅确实是一种强大的通信器 硅可以通过中心发送和接收电磁脉充信号 并传送给其他发射器和接收器 水晶更像是一种能量来源 但你们地球上的科学家 把水晶岩石物质与其他由矿物质组成的石头结合在一起制成水晶 在星际飞船上 有一个被称作工程结晶区的区域 水晶在这里被转化和激活 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在这一区域 在静态和推进水平上会发生很多变化 在转化过程中产生静态 在能量动量被编成到晶体结构中后 产生推进力 许多这些晶体结构被用来与地球上的能量点建立联系 我们发现 为地表和地球内部的许多能量点提供能量 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我们还发现 地球的磁能脉冲流入不断发生变化 这有可能改变极点和连接器 从而影响到我们与这些能量点之间的交流 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编程和创造新的晶体结构 保证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与各方的沟通能顺利展开 历史上 地球上有许多能量点一直是用来接收光的地方 我们利用这些能量点来探测振动频率发生的变化 我们在读取数据后 然后用这些数据作为参考 判断我们在任何给定时间需要向地球输送的能量强度 从而帮助维持地球能量的稳定 正如许多光之子们所知 为了帮助地球过渡到新时代 有关向地球导入光频率的运动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我们的帮助下 更高的频率已被引向地球 我们目前正在用这些频率处理大量信息 帮助灵魂将它们的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地球从电磁能量漩涡点接收信息 然后通过雷线和网格线立场 在整个星球上分配动力 有些人将这些漩涡点精确地称作地球生命之需上的学位 我们也这么称呼它 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概念 能量点是那些与水晶电磁能量信号或脉冲相协调的点 正是这些立场承载着光的更高思想形式 我们用固定频率向地球导入能量 然后我们给地球上的人类留一段时间 让他们适应新的更高的频率 在我们计划和可控的时间内 会向地球再一次导入能量 这个过程要持续多年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人类意识需要慢慢调整 最终上升到更高振动频率 从而适应新时代生活 另一个原因是 在情感层面 人们需要时间进行心理调节 如果我们向地球一次性注入所有能量 这会让人们受到惊吓 许多受此影响的人很难恢复过来 因此在操作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小心翼翼 有地方师地去做 这个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 但所有操作都是利用水晶来完成的 可以说 我们在船上生产的水晶 能够把信号和更高的频率传输到地球 这类水晶 我们生产了很多不同种类 并且还在里面设置了许多不同程序 我们用编程来存储和检索信息 就像在地球上 硅谷的科学家们 现在也在工作中发现了这种方法 在地球周边选丁的地点中 我们经常迫不得已需要安装巨大的水晶床 如果我们必须安装这些水晶床的话 这些地点便会成为许多不明飞行物频繁出没在地球上的场所 这其中的原因是 正如一些人所说 这些场所已成为通讯基地 我们为了获取正在接收的信息和数据 需要经常拜访这些地点 我们的飞船能生产许多不同种类的晶体结构 我们经常会用到飞船的这个区域 事实上 如果这个区域出现故障 我们很难完成任务 这时 我们的指挥官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些任务 但就我们对银河系的这项使命而言 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至关重要 而且我们发现 要顺利完成任务 不能出现任何松懈 星际飞船的这个区域是重点保护地带 它关乎到生活在地球上居民的生死存亡 如果我们不具备像现在这样生产和设计晶体结构的能力 地球上的意识革命 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 这是千真万确的